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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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,這裡是魔術打的詩歌打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做動物 這動物呢 我想要做山羊 很可愛的山羊吧 你們發現很多四隻腳的動物 它的架構好像都一樣 就是一个脖子 然后两只脚 然后身体 两个后脚 然后就尾巴 然后差别就是在这个头 你头呢 做出该那个动物像的样子 那基本上整个就像了 三羊有没有 好所以重点是 我们这两个大脊脚怎么做呢 教你哦 首先呢 一样 一条气球 我们打个四项 一二三四 好 首先呢 我们先从嘴巴开始做 嘴巴给他一个小椭圆 以及三羊呢 他嘴巴是小小圆圆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他两只脚 那他这两个脚呢 他需要一个固定的点 所以呢我会需要 两个小圆球 那这两个小圆球 把它 放在一起 变成是两个脚的一个 一个基底 那接下来就是难的地方了 我们呢 要绕右边这里一圈 绕完之后再绕左边这里一圈 而且呢 而且你不可以太松也不可以太紧 就这样子 嗯 可以这样绕一圈 懂那个意思对不对 好绕完之后呢 做出节点 然后跟嘴巴做缠绕 所以 有点像做棒棒糖的感觉有没有 所以这一边的圆圈圈就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做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尽量让他靠近一点 两个脚尽量让他靠近一点 好 然后呢 一样 在嘴巴这里绕一圈 好 有没有 两个脚尽量就出来了 好 基本上呢 你脚这个头做完的话 后面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 一样 给他一个脖子 好 脖子完之后呢 两只前脚 好 脖子 脖子之后呢 两个前脚 一样就两个圈圈绑一起 那接下来身体 身体稍微长一点没 没关系 好 这个小左圆 然后呢 再两个后脚 记得两个后脚 跟两个前脚 是要差不多大的 好 好 然后呢 最后尾巴的部分呢 诶 觉得这样不好看啊 给他一颗球 嗯哼 三一样 就完成咯 接下来 该你啦